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 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1月27号 张医师献上课程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实作教学与答疑 老师那我们就开始 好那请您来主持吧 好 老师我们今天的实作分享 有三个乳癌 还有一个肝癌 那我们现在先放第一个 第一个乳癌的 好 里面稍微看 这样 这样就很痛了 所以那个要很重 所以我都会垫东西 对对 所以现在就是准备 让你不要再吹下来 因为它会拉紫 我睡觉的时候 我都会垫一半卫生纸 我就是 只要是醒的 我就吹腹肌筋 就是一直给它吹 一直给它吹 能吹到这样真厉害啊 然后后来就是人就比较舒服 不然我刚刚开始了两个礼拜 不知道要这样一直吹 整个人都连吃饭没有胃口 洗碗都没力气 后来看到您的那个直播乳癌影片 我来之后我是中症 一定要这样吹 对 后来才 你吹多久一天 我就是一直吹啊 24小孩 我只要是醒的 我就一直吹 就尽量吹 我什么地方都没有去 我就在家里 那你用什么电热吹风机 一般的还是用Dyson 我们介绍 就是一般比较大支的吹风机 因为它是表层 然后那个时候血一直流 就很没有力气 然后师兄跟我讲的时候去输血 我有输血过一次 然后就两礼拜前 医生说你这个很危险哦 你会感染哦 该处理哦 我想说 他如果觉得 我一开始的话 我也不要死在他手里 哈哈哈哈 请问有姜汤吗 我们有姜汤的 哦有有有 那不用 我先把这里 这里先 先处理掉 我觉得我看看 他这里真的很硬 这个是不会痛 你先从这边 不用 往这里 这样不会痛对不对 不会 这应该也不会 对不对 不会 这个应该也不会 我妈跟我讲说 我妈跟我讲说 我放在这里拍到前场 我妈跟我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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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那个是什么东西 看那个是什么东西 你要不要带回去 对啊 带回去给他做 这个给你 带回去 带回去 把他装起来 把他装起来 因为这个他已经干枯了 然后如果不剪下来 有一个问题 你会有重量 然后会拉到肉 对啊 所以你会不舒服 我常常都叫给他 你这样 这样会负担 以后遇到重 就一定剪掉 这块 这块也可以 这块我再帮他修剪一下 我只觉得肿瘤是两个男生 我剛來的時候是兩個男生的拳頭大 我來第一次的晚上回去 血就開始流了 吹得很徹底 真的 如果能夠吹到這樣 我還第一次看到 那就是你時間真的夠用 我一直覺得要可以吹到乾 但有些人就是吹不乾 就是時間不夠 我吹一吹以後 人的精神就變得更好 我沒有吹的時候 人就好像沒有來 只要是給他熱 我說李太太就是這樣 我很可惜 我叫他回去一定要吹 隨時隨地吹 他就沒辦法出去 他有時候還要出去說要怎麼樣 沒有吹阻止意很多 你是不是剛開始也一直留阻止意 我只要一次就要起來 就整片衣服都濕了 你看 完全一樣 那就因為我說的是對 那媽媽媽 就是一定要 你有看我的影片 有 我說一定要 隨時隨地吹 24小時吹 我說真的 他真的有做到 而且他邊做邊看張醫師的影片 沒有 我那時候看你的影片 我那時候人很沒有力氣 飯都吃不下 看了你的影片 我把他剪掉 才知道說我是重症 爆開就是重症 爆開就是重病 對啊 就很危險 我才知道說我是重症 一定要吹 一定要吹 第一是熱源 吹了以後我的 他有調整 不是他啊 我講的他都會聽進去 而且照做 有些患者我怎麼講都聽不進去 那真的是 因為這個是有效啊 我知道啊 但是你能做到啊 你信得過做得到啊 有些人我怎麼講 他都不一定做得到 你每天都很忙耶 主農生他一直灌耶 他自己照不動耶 他灌耶 主農生 那你先生有沒有幫你按 沒有單身 因為我知道你太太就是這樣子 可以存活十個月 這次就是喝濃生湯 我就灌那個濃生湯 所以體力就剛好恢復起來 不然我飯吃不下 連洗碗都沒力氣耶 一直吹一直吹 然後喝那個濃生湯這樣子 他原本這邊也有 他現在已經把它剪掉 也化掉了 本來也有 也有 都有檢查 師兄有幫我推開 真的沒有啊 對 把它推開了 本來還是硬的 整個是硬的 他本來沒有這麼軟 是硬的 他已經把它剪掉了 他自己回去也做 他 他是自己按嗎 沒有沒有 師兄幫我按 這裡來 我們幫你按的 對不對 師兄都不熟軟 我就按按一下 師兄都不熟軟 師兄都不熟軟 你剛才來回家的時候 帥肉就開始一直冒出來 一直冒出來 主之意 兩個拳頭套 我說爛肉 大開官方按開之後 他旁邊碰一個 按開之後 肉就一直噴出來 肉一直冒出來 跟那個野獸像沖出來一樣 我那個兩個拳頭套 那個帥肉是六個拳頭套 男生的拳頭套 兩個人是拳頭大 然後徐州市匯到六個拳頭大 我不知道這麼深 很深啊 那個很深 其實沒有這麼大 是因為我一年前在高院那邊 他給我用出針穿刺 穿個四針幾針 之後就開始一直大 然後工作忙 我工作停他就消一點 工作又開始大起來 你說是去年高雄是幾月 五月份 那一年多了 現在十月 而且那醫生還跟他說是良性的 這放掉肯定是惡性 怎麼會是良性 那時候出針穿機是良性的 那時候大小大概是 雞蛋大小 一個大雞蛋的大小 結果總生就這麼大 所以他第一次來的照片也有 有有有有 好這個以後比對 這個精彩 而且你自己做得太好 他上個禮拜星期五 我問他說你有沒有好一點 他說我買好一點 他接了點小工作做 又不行了 不能太累啊 這個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不能做就是不能做 他有時間系 人家我蝦皮有賣東西 他當天就要寄出去 一直給我買就一樣 以後都停了 我東西就要找啊什麼什麼的 他就說他稍微好像去忙一下 一點點小工作 我現在要開啟休假模式 不搞的 我先把電一套 你組織要擦掉 他這個就是不注意組織液流到 對 這個很重要 這個就是我說的 組織液流出來 一定要清洗乾淨 表皮一定要清洗 用薑湯清洗 用薑湯 記得我教 有教他了 這個也讓大家看 哇這個 我後來這個地方呢 就是大概每一兩個小時 就要擦一擦 然後就用那個薑去去 薑湯去把它 隔一兩個小時也太久了 要隨時 你記得只要有組織液流到這裡來 立刻擦 他只是隔一兩個小時馬上變這樣 他都弄光 都不行 來不及 那就沒關係 那就被人家親這邊還要親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 吹人不保證 吹到那麼乾的 我第一次看到 也就是 我要求那麼多人 我第一次看到 你真的信受奉行 好多情友都跟我講說 原始點 去醫院呢 你的命不要了 我就想說 你不要吵我好不好 你不要吵我好不好 你繼續回去把這個吹乾 現在會更好吹 因為 現在這個剪掉之後 它以後吹會更好吹 所以這個 這個要修掉 那你回去也會比較輕鬆 謝謝 剪掉之後就不會 要這樣 謝謝我覺得輕鬆多了 剪掉這樣輕鬆多了 這個是我的偶像 沒有啦沒有啦沒有 還好你來遇到他們 他們真的 然後你又自己做得到 我聽到你太太故事 我覺得真的是在救人的 我也是因為我太太滷 所以一直在研究這一方面 所以我覺得以後 我也可以跟隨你的小婦 也可以幫助人 好你先好了 你光做到這樣 我都很佩服你 繼續努力 好我們繼續 那就這樣囉 好好 我把他收起來 謝謝 不是 核子包裝大概多大 就是這麼一大一大 會不會不送 那我看他帶走了 那可以啊 那你要把你的手機末上 你把他站起來 好嗎 好嗎 一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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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更痛 你捏的地方更痛 這邊很痛耶 痛就是要揉開 它才會消 這邊有一點緊 有點緊喔 這樣呢 就是旁邊這裡那個風 它就會擠正在這裡 就不會吹到這些地方 有些水 裡面有些水 有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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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老师这个影片放到这里 老师补充一下 好 这个影片大家前后比对 你看10月3号到11月14号 这整个过程中患者这么大爆掉之后 那时候他体力也很差 然后他也怕人 然后用电热吹风机一直吹 之后他慢慢体力就变好 他也因为一方面在配合按推 然后那个里面很多烂肉 就一直往外冒出来 那冒出来还有组织液也流了很多 大家也看到了 他下面皮肤那个组织液 只要一沾皮肤 一两个小时他就痒 所以我们书本上有讲 只要组织液流到表皮 都要立刻擦干净 用溶姜汤 那这一个患者他本身一直吹 那最后也把那个就是吹干的那些组织 把它剪掉 那剪掉之后 他回去也知道要修剪 所以之后我处理完 再经过志工按推 然后里面很多烂肉组织液啊 种种又冒出来 然后慢慢就开始收口 所以前后比对那个收口的非常漂亮 那也应该可以说也接近前欲的 这样看 但很可惜啊 之后这几天又有一点变化 变化是怎样 患者因为听说他要申请保险 所以还是要去医院 那医院去又要穿刺 听说穿刺了五针 之后回来又到基金会 哇这时候人又变得很虚 那以前吹电热吹风机很舒服 那现在既怕热又怕冷 体质一下子就变得很差 所以有时候我一直欠接患者 好不容易恢复了 这些破坏性的检查跟治疗 人免则免 但是他说没办法 保险一定要再去医院 那这样去了之后回来 可能又要花很长时间再来调理 那另外一般乳癌爆掉的时候 我的建议是另外一边最好还要检查一下 所以我们现在志工都会顺便检查 那常常检查出来还是会有硬块 那有硬块这时候你赶快帮他推拿 温敷涂浆本泥 一般很快几次他就会慢慢变松了 否则一旦变得这么大的话 处理上都是非常辛苦 那这位患者是很有意志力 他看了我的影片之后 他也知道他情况已经严重了 已经属重病很危急了 西医医院也跟他这样说 所以他就把工作暂时都停掉 然后整天就拿着电热吹风机 一直吹他的这些组织液伤口 把他都吹到很干 刚刚各位也看到了 所以收效很快 这也是我看到很努力的一个 所以整个过程中加上志工的指导 帮他周围痛点的按推 然后患者的配合才会好得这么快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可以让大家这样前后比对 那这个也算是乳癌中的一种类型 那吹到这么干的 能够很快恢复的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然后我们也更印证了我们重病所说的 重病只要尤其像乳癌爆掉的话 都会影响体力 所以我只要看到爆掉 我都把它列为重病 那重病处理一定是要以热源为主 按推为辅 绝对不要太强调按推 一定是以外热源为主 因为它是局部 我也看过很多这样乳癌爆掉的 它局部没有加强外热源 有时候阻止液不断的流 然后又因为体力会越来越差 人会越来越寒 所以一个局部就会影响整个体质 到最后有些不断流 身体体力变差了 甚至有可能还要输血 那它吹了 那它吹了体力也变好 然后又干了 伤口也比较能够修复 所以这确实是给大家一个警惕 也知道重病 外热源的重要性 好 我这个就补充到这里 好 谢谢老师 那我们看下一个乳癌的案例 老婆 自己去老婆 好好好 别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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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说拭战 这不是说拭战 谢谢 老公 要给你解释 那灰都黑的 你看 你看那灰都黑的 那不是 不是 不是 水的 因为我早上在水教人说 就是我按推痛点的时候 它就自然奔出来了 不是去挤它 他问的还是你回的 他是不问的 很明显 一点都黑的 不是水的 干的那个 很痛对不对 嗯 很痛啊 现在很痛啊 他的痛点要一圈都很痛啊 一圈都很痛啊 整圈都会痛 这个整个踏不掉了 整个消掉了 整个都抹掉了 我看那些帐篇出来 我看有出来 我帮死 疼 疼吼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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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很髒 裡面的那個膿啊 把它弄到這邊來拍 像這種髒東西就很多 它保持乾爽 它就不會惡化 傷口就不會惡化 用酒精去咬下 不要用酒精 因為酒精是含氧的 對 乾爽 你把它弄到一點 對 乾爽 剛才現在濃就一直流出來了 我看 你看,這樣濃就出來了 現在又要做 讓那個不一樣的 好 老师 这个影片请您补充 好 大家有看到这三个影片 第一个 11月3号 这个影片是他来的时候 第一次是我看到的 那我帮他推的时候 周围没有痛点 它像球一样 很有弹性 而这又是另外一种 一般乳癌 有些是周围都硬邦邦的 硬结肿块这样 那这一个跟其他类型 又有一点不一样 它像有弹性的球 那你在根部推的时候 感觉都没有痛点 但很有弹性 压下去 它很快就会弹回来 类似这样 那因为实在太大 患者也胀痛 他第一次来 他就跟我问 可不可以去找西医 干脆那么大了 是不是缺掉了之后再来 我说你可以去问问看 因为他刚好有一个朋友 也是希望说他找西医处理 我也不反对 我想那么大了 反正以后爆掉了 处理上都还要很麻烦 我当时候是这么想 那患者又有这样的问 我也不好坚持 那结果他去问完之后 也给西医看 西医说这个太大 没办法立刻做手术 一定要先化疗 化疗等他变小了之后才可以手术 不过他说也跟患者讲 你这个已经很危险了 大概生命期只有三个月 患者听了当然很难过 压力也很大 然后就隔几天之后 就回到基金会 他还是认为这样情形下 他想用原始点 因为他不想化疗 那我们志工接手之后 因为我第一天就有帮他按推 那我已经预测 我说你这个快要爆掉 那果不其难 我们志工帮他按 大家也看到 这个影片的过程 有几次都蛮精彩 他第一次按了他就破掉 破掉了 哇那个组织液啊 很多就一直流出来 还有血液啊 大家整个过程中也看到 然后按完之后 患者这一个像球状的大肿瘤 突然间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整个就凹性下来了 那凹性下来患者 隔几天之后碰到我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 整个胸部就没有那么脏 感觉很舒服 感觉体力都还不错 所以他相信原始点 因为他以前也看过我的影片 他知道只要有体力 就死不了 所以他感觉现在体力也很好 何况局部的肿瘤 因为破掉之后 整个消下去之后 那身体也比较轻松了 所以他对未来 他反而不悲观 要不然从西医回来 他是很悲观的 那走了这一招之后 再用原始点 他就全心全意了 也不会再想 要不要再进行西医的问题 那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的志工辅导的 然后最后也叫他要加强外热源 随时有空 因为他有伤口 里面组织液那么多 大家一定要想到 组织液那么多 一定是极寒 就像我们中风 口水流那么多 也是极寒 或是有一些咳嗽 痰很多 也是极寒 或是拼尿尿很多 那个也是都是寒 所以 水多往体内往外冒的 你别 不用其他的想法 第一个判断就是极寒 那这时候 就是一定要用电热吹风机 或用灯照 这样随时随地照 让里面那些热源 能够得到补充 补充之后循环变好 身体自然就会去修复 这样 即便下一次来 他没有 按推不到位 志工在帮他按推的时候 就轻松多了 他很快里面的一些 脏东西很快就可以 再按出来 那整个 大家看 整个图片 消得非常快 而且恢复的非常快 而且恢复的非常快 这也是算是特殊的一个类型 也就是你们以后看 如果肿瘤虽然要爆都是属于第三类型 已经到了第三类型了 那你看看如果是坚定硬解肿怪 然后坚定不移 你推不大动的 然后周围根部都会有痛点的 这个比较难处理 那这一个是你推它会移动 连根部都会动来动去 那这个里面只要组织液这样破掉 那这一类型的修复性就会比 之前上一个影片的就会快多 上一个就是坚定不移 它那个硬解肿怪就是固定在那里 那这一个像球形 不过西医看到那么大 他们还是认为肿瘤那么大 应该不乐观 他们评估是不乐观 所以才会跟患者讲 大概生命期只有三个月 但这个患者以前也听过原始点影片 他知道只要有体力好 不会死得那么快 所以他也不是那么悲观 但毕竟西医说的那么严重的话 那还是会影响到他的心情 大家也看到这个第一个跟第二个是不同类型的 虽然都是属于就是肿瘤都很大 也爆掉 但是爆掉的方式就差很多 那这一个患者是比较好治疗的 第一个患者是最难治疗 所以虽然最难治疗 第一个能够这样一路加强热源 竟然也可以把肿瘤吹到干 鼠之意吹到干 然后让志工不断的帮他按推换处痛点 修复也变得很快 那这个你看才几次而已 不像上一个要经过一个多月 那这一个你看影片才几天之后 整个肿瘤就消下去了 然后慢慢伤口就在进行修复 不过后续还是要注意 因为它里面阻止力实在太多了 表示还是局部要加强外热源 所以这个我们的志工也都有跟他讲 然后周围如果有痛点还是要按推 好 我这个患者 我也是认为蛮精彩 也提供给大家学习 好 就这样 好 谢谢老师 那我们现在放第三个乳癌案例 要按推硬结肿块的这一个 所以当他有硬结肿块一直没有好 那你没有帮他解决 他以为他好 会有什么现象呢 以后这种东西 他硬结肿块 他以后就会恶化 所以我们也看到一个之前 我们学员 他来听我课 然后我也帮他按 结果那个硬结肿块小小的 也好像有比较好的他就不管他 结果经过一年 他从第一类型变成快爆掉了 第二形态到第三形态之间 那这个就是我说的硬结肿块 再还是一个要处理的 不能轻忽 是这样 如果处理有在处理 像美国志工帮他这样处理 其实也不会恶化 我认为他也比较好 没有恶化 因为都有热源嘛 虽然按的时间不够 这样有处理 但你放任他都不处理 就不一定了 这个硬结肿块就我说的 很可能从第一个形态 演变到第二形态 有时候我会问志工 志工都是怎么回答的 我痛点都帮他解决 他没有痛点啊 他没有痛点 这个就违反了我们书本上起讲 有症状必有体伤 体伤就是痛点 怎么会没有痛点 这个冲突产生了 不是书本写错 一定是做的人没有做到位 有的时候患者会怕痛 像我叫痛他们就会停手 就觉得不要太伤 你试试不管你 你痛还是都要给你按 你忍一下忍一下 就还是继续按 就是病患也要配合 就是你要有那个忍耐度 可以把它 不过他讲的一点 有时候要注意的就是说 他说很痛 其实真的你把痛点找出来是很痛 但我们的做法 我会看他很痛 我力量会放轻 然后以他能承受 也不要一下子 像他是知道 因为他已经按那么久 所以他能够配合 有一些患者不配合就是 对对对 他按出来有痛 但那时候按完 你有没有肿胀 肿胀很厉害 肿胀很厉害 比原来更大是吗 更肿 更肿 但是肿瘤 但是里面的肿瘤马上松软 只是他变肿 像个小面包一样 本来我很平坦 可是他突然就变得像小面包 这样鼓起来 然后你摸得有点烫烫 自己有点害怕 就说怎么会肿起来 好像肿起来变不对 那也很怕里头的组织有受伤 因为理事是很用力的在按 他一次差不多会给我按到两个小时 那你那个肿害怕 经过几天那个肿才消 马上就消了 他当场按就当场就消了 有些当场消 有些不会当场消 他几乎当场就消了 他当场 有一些他没有就是按完 他回去才开始肿 也有这样 患者就怕了 他是当天就肿胀好了 稍微消下 有些要经过两三天 我就跟你讲嘛 这个过程中按完 对 他会肿 甚至肿胀 对 看起来好像 小馒头一样 对 小面包 这个是过程 是 他是属于第一类型 所以才会有这种感觉 对 其实很多乳癌患者不知道 如果按到深层 他其实会有肿胀 所以我们的志工第一个不敢按 对 就是按表层 所以他好像处理六个月 六个月了 好像也没 就是那个硬节肿胀 我们硬摸 有比较小一点 可是那个进度是非常缓慢 有进步 还是有进步 但是来这里的时候 我们第一次接触是摸起来 还是硬硬 对 我的感觉就是没有揉进去 我第一天我就跟他讲 不够进去 不够进去 才会揉半年 那半年怎么可能才进展那一点点 那就不对 那就是按得不到位 一般其实是第一个 他们轻 然后揉的角度也不对 角度 对 因为他们比如说这个是 他们揉就直接按下去这样揉 而我们是要往根部 就是这个肿瘤的根部 那这样顶进去 那个力量才会出来 然后一手扶着 一手顶进去 轻轻的这样就出来 那但是他已经感受 我那个力量很大 他按第二次我就出血了 就乳头那边就出血了 他不是马上叫张医师进来看 对 张医师就说这样是可以 是好现象 不是不好的现象 那第三次又再出血 是 然后他发现说 我的乳头旁边的那个小点也是 也是患部 不是光底下 因为我们一直集中在 那个大的肿瘤 可是上面乳头四周 乳印的地方 对 李师是说那个如果不按掉 以后长大也会爆掉 对 所以他就从那边又帮我按 也是痛的不得了很痛 那你又比根部痛 对 更痛 因为之前大家都只重视根部 对 那事实上你根部处理完 还有一个问题 往上还要找 对 找乳印这里乳头 还有没有痛点 对 然后找 哇更痛 比根部还痛 是 然后帮他按完 现在这里应该比较松软 松很多 松很多 这里如果不处理 以后还是 是一个悟患 好 请老师补充 好 这一个患者 他那个乳 胸部 他是属于第一类型 就是摸起来就是有硬结肿块 那整个过程中大家也听到了 那里面要特别注意的就是 这些硬结肿块一定有痛点 但有一些志工因为他不敢按身 他以为大概就这样 没有什么痛点 那这里也举一个 我也举一个说 以前他也有硬结肿块 然后经过他自己回去处理 可能也不到位 那经过一年多 整个原来的地方就变很大 变成第二第三类型 我举的例子就是我们第二个影片 那一个例子 就是他 之前他来 我有帮他按堆 就是一个小硬块而已 那我教他怎么按 回去 他们以为就这样按 可能也按不到位 没有想到 一年后 哇整个肿瘤就变得那么大 他自己也吓到 那还好 因为他最后又回来 大家也看到第二个影片 他消的速度那么快 他也就比较放心 所以我们遇到硬结肿块 尤其这些乳癌患者 都不能轻忽啊 这些小的症状 你一定要帮他患处的痛点按开 那按的时间到底要多久呢 以患者能承受 还是这一句话 就是有些患者如果体力已经很虚了 按久他可能会很累 那我们的时间可以缩短 如果你看他属于第一类型体力又好的话 有时候就不用很客气 因为他体力很好 那局部这样按 他也不会怎么样 所以这要看患者的年龄体力 如果年纪大了 按推比较容易累 那我们就可以手下留情一点 但也不能按的都没有痛 就是说遇到痛点他一说痛 我们就轻轻这样也不对 如果他实在很痛 情况又感觉一定要慢慢揉开 那由轻而重 甚至可以不断在推的过程中 涂姜粉泥 这样来做 他一方面有按推 一方面有热源进去 那这样痛都可以减轻的 所以也这个患者属于第一类型 那还要补充一点就是 很多患者遇到这样 你要跟他先说明 就是按的过程中 如果按到深处 患者那个硬结肿坏 他会突然间变肿胀 一般患者一变肿胀的话 他就怕了 我本来好好的 那结果你把我按的整个都肿起来了 那表示你们有问题 其实不对 其实肿胀之后 那个硬结肿胀就会变松软 刚刚这位患者就是在分享这样 他本来很硬的 但一肿胀之后 这些硬的地方反而松软 所以他是一个修复过程必经的正常现象 所以要跟患者讲清楚 你那个硬结肿坏 按到深处 一定要注意 如果肿胀这是好现象 特别强调 让他不要害怕 要不然有些患者一害怕了 以后就不敢给滋空按 这个观念要跟他们讲清楚 那到了第二到第三类型爆掉的时候 那个有时候会留很多组织液 血液 这个也要跟患者讲 因为患者有些一遇到血 他们就怕了 怕了就不敢再按 那结果肿瘤又涨回来 大家也看到像第二类型 刚刚第二个影片 他爆掉之后流出来之后 整个肿瘤就消了 而且消的还蛮明显的 所以这是一个修复的正常现象 也请患者不用太担心 好 我就补充到这里 好 谢谢老师 那我们下面还有一个肝癩的案例 一开始 身上有几个50元硬币大小的肝癩 即手指关节僵硬 经过台大医院风湿免疫科诊断 为类风湿关节炎 吃了八个月的消炎药 肝癬症状明显增加 手指僵硬也没有比较好 后来改看中医 我一个星期回诊一次 认真吃了一年 原本灵活的关节变僵硬 活动自如的双腿稍有迟缓 肝癬越来越严重 让我信心大受打击 后来又改看荣总四个月 再加上施打一剂疫苗后 让我痛不欲生的生活开始 双脚脚踝肿胀 无法行走 厕所 穿衣 衣裤 要先生扶持左右 喝水要孩子帮忙开启 全身养到无法睡眠 食物越吃越少 瘦了十公斤 无法买菜煮菜 甚至开车门载孩子去上学 都无法转动自动方向盘 有一天 心血来潮 上网查干险 跳出张昭汉基金会原始点 我告诉先生 我们去死马当活马医保 2020年7月17日 带着一定会好的心情 前往张昭汉基金会原始点 经过张昭汉医生的判定 是我身体极寒 从现在开始不可以吃水果 及冰寒粮食物 全身要吐姜泥喝姜汤 多运动 即就可以改善这些症状 志工芳娥阿姨 每星期都帮忙我按推江泥 鼓励我多运动 提醒我要拥有感恩的心 还有要特别感谢我先生 愿意学习原始点 如何按推江泥及按压原始点 左右交换 这个点都是一样的 是要左右交换去推 持续的反复做左右边都一样 在我需要他帮忙时 都在我左右 晚上下班回来提着热腾腾的饭菜 要我赶紧吃完 准备洗澡吐姜泥 原始点的按推 也因为他的原始点按推 原本肿胀的双脚脚踝慢慢的消退 让我可以行走自如 看着他日复一日的帮忙 打从心里深处感谢他 也感谢原始点张昭浩医生的看诊 及方儿阿姨的技术指导 让我重生 好 老师请您补充 这个也是蛮严重的感险 就如同他形容的 他最后连行动都有一点困难 然后痒到睡不着觉 整个身体瘦下去 然后来的时候已经体悟完肤了 包括身体前后 整个都是干险 看起来很渴 有一点恐怖这样 那面临这样 我们志工也很耐心的跟他指导 最主要要涂姜粉泥 那涂姜粉泥 一定要稍微用力 还好他先生非常配合 就是为了他太太 大家可以从影片 他站姜他的身体整个都红的 那整个一片 四肢也是一样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因为他住得蛮远的 所以一个礼拜才能来一次 那来的时候我们志工最主要 就是教导他先生 怎么来帮他全身涂姜粉泥 那他先生本身是开开车司机嘛 那很忙的 但是他为了他太太只要一下班 就如同患者讲的 还会帮他煮菜煮饭 热腾腾给他吃 然后开始涂姜粉泥 帮他很耐心的按推 所以每一个礼拜他回 再回到基金会的时候 就进展的很快 所以我觉得如果像这么严重 没有旁边有人来照顾 这样患者是很难好的 还好他有一个好的先生 能够帮他这样全身这样按推 那他也感受得到 这样的进步是变化很大的 跟他以前去西医 要吃了一年 不但没有好而且更加严重 即便转眼了也是这样 那他自己最感受我相信还很深的 就是还有四肢的肿 本来不是像正常的腿 他腿都是肿起来 有一点水肿 然后脏脏的 然后也是干血 看起来还真的很不好处理 那他自己认为四肢 他应该可以涂得到 因为身体也比较好 他先生帮他涂 然后脚部分他自己涂 结果自己涂涂了老半天 隔一个礼拜来 也没有看他有什么改善 这时候我们在说 你涂的其实方法不对 因为他太轻了 我说其实涂还要有一点力量进去 结果他先生就接手 再帮他脚的部分再帮他涂 那涂涂下去再一个礼拜来 又感觉明显改善 所以涂姜粉泥方法对跟错 会影响很大效果 就像有些痒也是齐疹子 你涂姜粉泥只是在表层涂一涂 有时候热都进不去 所以还是要有一点力量进去 所以他先生学得非常快 那领悟力也强 然后回去就自己照顾 所以他太太经过差不多两三个月吧 几乎完全恢复了 这个速度之快 从极寒到差不多两三个月恢复 非常不容易 所以我也只能说 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 家人我们建议家人一定要全力以赴啦 如果靠基金会 有时候基金会 能力也不够 所以如果能够 在家人的帮助下 他会感觉患者也会感觉比较温暖 心情方面也容易很快就平复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对他的热源 热能吸收都会比较好 所以这个患者 从已经到人身荡到谷底 瘦了十公斤到慢慢恢复 然后整个又恢复到正常状况 真的不容易 这个应该我认为之所以会成功 我认为还是他先生最主要的 那个帮忙的角色 那基金会只是站在一个教导辅导的 那个跟他们讲怎么样才能到位 那他们也能够完全配合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结果 有时候我也很感慨 有时候患者他如果不配合 即便基金会的人员怎么努力 到最后都不会有一些成果呈现给大家 因为成功与失败不是只有操作者 更重要是患者 甚至是他们的家属 愿不愿意全力配合 所以我常常跟志工讲 如果患者像这种重病患者来 已经身体急需了 行动都已经很不方便了 不自如 然后全身又有些关节又痛又痒 然后身体很差的情况下 第一个要求患者家属 能不能完全配合 这个一定要要求到 如果他只是单独来 我都觉得成功机率很低 为什么 他自己没办法涂啊 整个背部怎么涂 就像我刚刚讲的 他即便搅涂得到 但力气也不够 因为患者本身已经急需了 这时候一定要家属来配合 那第二个如果家属不愿意配合 甚至还有其他意见 那我都会建议志工 最好不要收了 为什么到最后一定 不会看到好成果啊 然后患者本身自己没有力量图 家属又不配合 那久久才来一次 你想会好吗 所以好与不好 我认为有时候患者还有他的家属 比志工都还要重要 好 这一个案例蛮精彩的 提供给大家 又遇到干险 你看他们是自己靠自己努力这样 然后在原始点的指导下 他们全力这样配合 我才会在两三个月脱胎换骨 好 我补充说明到这里 谢谢老师 那我们今天的实作分享就讲到这里 我们接下来请张医师答疑 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提问是讲高烧不退 有两个 一个是大人 一个是小孩 都是问高烧不退 第一个 我爸在工地斜坡滑倒 左手撑地先落地 后脑勺有插伤 在医院处理 伤口不需缝针 回家调理 第二天被雨淋湿 第四天咳嗽发烧 已经发烧第六天 水暖床31度左右 每天温敷20个小时 白天红豆袋温敷7到8个小时 干姜50克 红生20克 熬煮两次 每天姜粉泥 涂抹 耳后整骨下沿 颈部和上背部 两次以上 每天按推一次 上述原始点位置一次 现在主要症状是高烧不退 夜下最高温 39.8 最低 37.7 还有咳嗽 干咳 不知道 因从哪个方面改善 然后老师下面有一个 也是问 发烧的 我就一起念完 请问一岁男童 发高烧39度 突然翻白眼 昏迷 该如何处理及治疗呢 好 陈老师回答 谢谢 好 那个 我就先从那个 一岁儿童那里先回答 他那个一岁儿童 他发高烧39度 突然翻白眼昏迷 看似很紧急很 情况很紧急 那这个翻白眼昏迷 第一个 一定要先注意 头部 头部肋圆 还有上半身 也是一样 不能只有头部 涂姜粉泥 一样要涂姜粉泥 那按推 加强头部体伤 尤其这种 已经昏迷了 要立刻按 按头部 上背部 都要按 同时按 那按推 配合 那个涂姜粉泥进去 一边按一边 然后涂完姜粉泥 一边按 一般很快就会恢复吧 那恢复了 继续涂之后 他只要有热源进去 就不会有危险 一般 为什么发高烧 会有很多后遗症 第一个 你看我们的身体 突然间 温度那么高 会不会消耗很多热能 一定会 那消耗热能 很多人 误以为这个要冰敷 或是 要让它温度下降 甚至退烧 这种思维是错误的 为什么 因为你用寒凉 要让它退烧 或是用冰敷的 它里面的热能 会进一步消耗 那进一步消耗 那进一步消耗 情况就会加重 所以越遇到这种 紧急情况的时候 越不要发 因为发高烧 一定是热能不足 赶快补 赶快补充 就是平常 它还没有在 分泌或分白眼之前 就要赶紧涂姜粉泥 然后上背部 还有整个背部 不要说上背部 整个背部 还有我认为 有时候身体也可以涂 那因为它是一岁 一岁有时候涂 涂姜粉泥 就要小心 不要涂得太多 那个可以稍微淡一点的姜粉泥 姜粉泥涂就是薄薄的 薄薄涂就好 那让它有进去就好 不要像大人这样 一下子就涂得很厚 我怕它吸收不了 如果这样可以分多次这样涂 所以小孩子毕竟皮薄肉嫩 所以在涂的时候 甚至在按推也是要小心 不要像一般按大人这种力度 直接就按下去 那一般轻柔的按 一定就有效 它涂也是薄薄的一层 这样涂 那一般它只要能吸收进去 我认为整个情况就可以稳定 所以处理 最重要不要冰敷 发高烧 不要急着要退烧 这应该是很多人 有这种错误的概念 那反而它即便你用冰敷 或退烧药 它很快又烧起来 那几次之后 它反而体力越来越差 甚至进入危急的状况 那它已经算蛮危急的 所以涂完 甚至先按也没关系 先按头部 上背部稍微先按一下 然后按的过程中 一边就可以涂浆粉 一边涂一边按 那小孩子的面积小 一般这样处理应该是蛮快 可以同时进行 这是这一岁小孩处理的方式 那我们再来看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他受伤之后又淋雨 然后回到家 他就开始发烧了 那他一般的做法 他这里有讲水卵床 三十一点 三十一度 三十一度 其实应该是不大够 我一般那些 有时候都会有三十六度 三十七度 有时候我一次发烧 我这样用 还蛮舒服的 甚至有时候我会四十度 四十度上下 看各当时候的情况 如果能承受 这样的温度 我认为是比较合一的 适合的 那我也听说有人 可以接受到四五十度 但就是状况上 还是以患者人否承受 有时候甚至天气很热 假设天气很热 然后他又发高烧 那你温敷 整个房间都很闷热 那怎么办 可以开空调 一定要灵活应用 可以开空调 那空调让整个室温蛮舒服 患者也蛮舒服的情况下 这时候再来加强热源 那这时候 底下的电毯或是怎么样 有时候 我都就可以开很高 我记得 我有一次发高烧 也是这样处理 就是很严重 然后接下来又要演讲 那我刚好住旅馆 我就把那个温度调到 那时候夏天 我调到差不多25度26度 然后底下的电毯 我是开到41度 那这样整晚温敷下来 也不会觉得特别不舒服 而且起来之后反而有精神 症状也减轻很多 所以我的建议 是不是它的温度 水暖床 那个31度可以稍微调高 那环境 一定要注意周围环境 温暖舒服 那它这里强调的 白天红豆袋 大概温敷七八个小时 其实这个当然也可以 但更重要的是涂姜粉泥 我觉得现在 那个姜粉泥 现在直接接触身体 那个效果更好 那红豆袋 只是涂完姜粉泥之后 那个姜粉泥 它就慢慢不热 这时候就可以用红豆袋来温敷 所以红豆袋是配合 涂完姜粉泥之后再继续用 这样效果会比较好 好 我们再来看它下一页 它有涂姜粉泥这个写法 它说它有内热源是 干姜跟红生熬煮两次 这个可以了 这个补充热源我不反对 但它说每天 姜粉泥涂耳后整骨颈背两次 每天按堆一次 这个我如果它发烧蛮严重的话 不要担心 它只要你能够补充内外热源 第一个生命就能把握 就不会有恶化 也就是它有出 又有补充进来 然后又能吸收 因为按推它可以帮助热源的吸收 所以为什么要按推 我认为按推也可以提高到 一天 你涂两次 每次涂都要按推嘛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按推了 怎么会只有按按推一次 把涂跟按推好像分开的 它事实上是都要同时做 所以涂上背部我认为还不够 如果严重尤其大人 你涂要涂三遍的 每一回合都要涂三遍 这个我们在重病处理都有讲过 那涂的方式也是不能只有涂 涂的过程中还要有一点点力量进去 热源才可以渗透进去 藉由皮肤吸收 那这时候如果只涂上背部 有时候我都觉得还不够 还要前胸也要涂 大人一般这样涂 他是很快很舒服的 所以我认为应该是在涂的过程中 一定要加强前胸后背 都要涂 然后配合按推 一天也是要两次 那这样我相信 尤其他在背部那里 因为又有咳嗽 他体伤应该也没有按开 我认为我这几项可以这样来判断 体伤没有按开 那热源又不到位 才会这样 虽然都有在温服方向是对 也不至于会怎么恶化 但有时候改善的速度就会减缓 所以我的建议还是 上背部啊 这些大开关一定要再加强 然后涂姜粉泥 要用一点力道进去 然后前胸后背都要涂 我的看法反而是在 背部跟前胸这里 因为他还有干壳 这里一定要加强 这样处理就很好 好 这两个案例 我就回答到这里 好 谢谢老师 那我们现在接下来是 提问二 按推多久 张医师好 我在帮人按推的过程中 有这样的疑惑 我究竟应该按推多久 因为张医师有时按推一会就能解证了 有时又要按推半小时 甚至一个小时才能解证 我不知如何是好 麻烦张医师解疑是或 谢谢 好 其实按推的多久 有时候要看对象 也就是患者 有时候他只是轻重症 那轻重症你不需要按推很久 只要把大开关 如果是按推大开关 那只要找出痛点来 一般我大概来回两三次 时间不会很久 大概几分钟 我就可以这样解决了 然后你马上就可以问 有没有解决你问患者 那症状有没有改善 如果有那就确定 已经改善了 那改善了要不要把它 我之前就有讲 要不要按到它完全好 不要 真的不要 那有些人就以为我要按到它好 那这时候它的按推 我可能按个四五分钟 我都已经结束了 那有些志工可能就要按到十几分 二十分 那这个在我看法 如果轻重症这样按 其实是没有这种必要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你按太久 它有时候回去会感觉痛 更痛 或是按按推久了 它本来没有肿胀 按推完还会有肿胀 这些后遗症 所以如果你手法又不到位的话 又用蛮力再压 那后遗症就更大 所以我的看法是按推多久 如果遇到轻重症 只要人解症 他一解症就可以放出 这个 那如果是 患处 患处比如说硬结肿块 是属于轻重症 那硬结肿块 原则上是我们希望能够按到 就是让它松软 那松软的时间 这个也有时候时间不一定 因为要看患者能否承受这个痛点 那以我的经验就是 你只要有抓到痛点 那按推的时间 也不用激你 也就是你按推 感觉比较松软 比较松软 我认为你就可以松手 这样就算一次了 不要想要把它完全揉到 要柔软才叫好 就好像我们按推大开关 不要把它按推到症状 都完全解决了 十分好 有时候患者会跟你讲 这样已经有五分六分了 这样就好 其他就是加强热源 同样的轻重症 如果是属状的硬结肿块 也是一样的 你帮他按推个十几分钟 甚至二十分钟 我认为也可以 因为他已经有稍微变软了 这时候回去叫他加强热源 因为患者也要配合 然后如果他有配合热源 那因为你有按推 他本身就在修复了 不是一定要按推才能修复 那下一次他再来的时候 你再试情形 再帮他按个一二十分钟 如果是重病呢 重病就要小心了 这时候你不能太大力 用力一定要控制 这时候你要由轻而重 那这时候时间会比较长 而且重病是以热源为主 按推为辅 也不是以按推啊 所以很多人就把按推当作主着 我重病来 虽然譬如就举乳癌患者 就会以为 那按推是最重要 不对 在我看法 重病患者原始点第一个是 如果是重病患者 一定是以热源为主 按推为辅 这个次序绝对不能颠倒 为什么 因为有热人则生 无热人则亡 所以我们重病 第一个先求保命 好你有了保命 没有问题了 一直强调他要加强热源 那保命了 你才有办法来解症 所以先保命 后解症 这也是我特别强调 那对于这些重病患者 你涂姜粉泥之后 他在人承受的范围内 我们尽量做 但不要时间在我看法 既然是重病 按推时间就不宜太长 这个是一个最重要原则 那当然也有人要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也有这种说法 我的看法 我认为 有时候 我有时候大部分 我个人按 我一般是重病患者 我不会超过一个小时 我做这么久 我给自己定下一个 就是我按推 不管他能否承受 我有知道要由清而重 我慢慢按了 差不多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到了 我就觉得不按 其他的我会告诉患者 你回去一定要加强热源 然后下一次来 虽然我没有把它完全按松 那没关系的 他如果下一次来 我再进一步评估 就是 他慢慢又回来了 那表示他热 第一个要考虑的不一定是按推不到位 不是他按推不到位 是他根本回去就没有加强热源 我们刚刚看影片 我们就知道 比如说 我现在举的是乳癌 像第一个乳癌患者 你看 他按推来基金会按推的时间 也不是很久 但是他突出很多烂露出来 组织液流出来 最后他是靠自己 也不是靠自己按推 他一直用电热吹风机加强热源 因为那时候身体已经很虚了 热源就保命 他说一吹了之后 他反而身体感觉舒服了 那舒服了之后 再来基金会按推 那这样配合就能达到 那如果患者他自己不加强热源 尤其是重病患者 那你再来的时候很硬 那硬的时候 患者你只要操作者稍微按推 他就痛得不得了 然后热源又不够 你又会消耗他的热源 那消耗他的热能 那这样他回去就感觉更疲累 所以按推一定要分轻重症 轻症的话我时间很快 一般五到十分钟 如果比较甚至有些如果指头的四肢 甚至一分钟我也常常按了就解决了 就不再按了然后回去就温敷 类似这样 那重病患者以热源为主 按推为主 那按推就不是主着了 怎么会再强调按推上呢 这时候反而是要求患者热源有没有做到位 然后有了我才帮你按推 那按推的时间我认为也不宜太久 一般我的时间是限定在一个小时 所以他这里有说 有时候我按推半小时 甚至一个小时才能节症 那是要看心中症患者 还有他的复杂度 如果只是大开关 那应该不用那么久 大开关有些如果要按那么久 那身体已经够虚了 我不敢按太大力 然后这时候还要观察 如果按了还不能解症 也有这样的 按了不能解症 温敷也不能解症 这时候还会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他的体质已经从因不大能解症 我们在重病命危 身上常常会遇到这样 这时候反而还要可能鼓励他 是不是看他脸色又苍白 是不是要书写 这些都要注意的 所以我认为按推他只是其中的一项 但一定要配合我们的诊断 这样才能得到真正答案 而不是只有在按推要多久才能解症 这些疑问 不是一定要以前面的理论 那我刚刚已经讲先分轻重症 轻重症如果只是大开关 那五分钟绰绰有余 如果是硬结症快 那可以久一点 可以二十分三十分 如果说比较严重的像乳癌也有硬结症快 那这个也没有什么问题 那如果他已经到重病了 你一定要慢慢推的时候 又怕他太痛消耗热能的时候 有时候一个小时 那也可以 但是重病一定是以热源为主 所以我也不主张 一定要按推很久 所以这个我的回答就到这里 好 谢谢老师 我们接下来提问三 特定运动 张医师您好 您曾提到可以透过特定运动 来辅助解除身体相关部位的体伤 如虎卧撑之于肩部上背部 一步两阶爬楼梯之于臀部等 想请问有加强下背部及腰部的相应特定运动吗 谢谢答复 好 这个确实如果身体有问题 我会特别强调几个运动 比如腿以下 臀部腿以下 当然爬楼是最好 那如果像咳嗽 或是乳癌患者 胸闷胸痛这些患者 我会建议浮力挺身 也就是浮卧撑 那如果像腰这一方面 其实可以看情形 也可以像仰卧起坐 或是瑜伽一些拉筋的动作 我都觉得可行 这个只要有运动加强就好 针对它局部 我最近讲到这里 我也提外话就是 在临床上我有时候也会遇到有一个患者 他就是一直跟我讲 他腰以前就是被整脊 他一叮一声 不是 对整脊 然后不是腰就是那个宽骨的地方 好像听了 整脊也那么久了 几个月了 那个骨头该修复也修复 那我说乳癌那个坑坑洞洞 它根本也不会有症状 不要担心 但我帮他推完臀部原始点之后 他腿就立刻改善 可见跟他当时想的骨头断是没有关系 然后腰也是一样 他腰就是他一直觉得不能翻身 就因为西医跟他讲 可能就是他腰椎那个骨头 已经都被癌细胞吃掉很多了 那我一摸确实马上就很痛 不大人摸 所以我用轻柔的手法帮他按推 然后就开始了解 最后才知道 他因为不大人翻身 所以他一直用束腰的 这个一束腰他就固定了 固定那个肌肉就慢慢就没有力量 所以他很难修复好的 所以我终于找出他的原因 我叫他不要用束腰的 不能用束腰 然后再慢慢推 我相信他应该很快就会恢复 这个也让我想到 有一次我们的影片也有播 就是一个乳癌患者 他来的时候也是带着颈套 然后好像不大人转脖子 然后我问他 他说因为骨头有断 吸收有断裂还是怎么样 还是压迫 反正就是讲得很严重 所以叫他一定要带颈套 然后连睡觉都带 所以他也睡不好 然后来的时候脖子很僵硬 我一看 哇那是这个带了一两个月了 整个肌肉都僵硬了 我说拿下来 我说即便骨头也应该都修复好了 然后我帮他处理 好像一两次他就完全好了 我看他睡觉也没问题 所以有些患者就是被一些西医的名称 比如什么癌细胞侵蚀骨头 或是你骨头已经移位了 或是压迫 然后就一直带着颈套 反而越带越严重 所以像这种就是叫他赶快 如果有遇到这样的患者 叫他拿下来不要再带 然后要加强肌肉的锻炼 那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要 有时候拉筋啊 扶握撑啊 甚至腿部的运动 这些都可以针对你每一个部位 好我就回答到这里 好谢谢老师 我们现在提问四 果不生果 张老师我有一个问题 您讲果不生果 那为什么有很多人 脑梗 脑出血后 腿脚行动就不变了 既然果不生果 那为什么脑梗前没有行动不变 脑梗后就行动不变呢 为什么会同时发生呢 请老师帮忙解答 谢谢 好这个在疾病以衰老 应该都已经讲得很清楚 脑梗 本来没有脑梗 最后有脑梗 本来没有出血出血了 这个本来没有的 而后生出来的一定就是果 被身体的就是体伤跟热能不足 慢慢形成成这样的果出来 好那这个果出来 它又有脚腿行动不变了 这时候是不是就可以说 是因为这个脑梗 脑出血造成的 好那如果是 我们就可以从临床上看出 这里还有一些矛盾 有些人 刚开始脑部出血 他也没有四肢不变 他没有这些问题 那他慢慢感觉 腿怎么会怪怪的时候 像以前我们有一个案例 就是这样 老先生 他刚开始也没有什么 但是慢慢感觉 腿有一点怪怪 他就去检查 一检查 才知道他已经脑出血 那这个脑出血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这么说来 脑出血如果是阴 那他早就应该中风了 为什么留了一段时间 之后才会有呢 所以这个是我提出的 第一个看法 这个如果他是阴 就不应该有了阴 然后一直没有症状 然后还有第二个问题 既然他是果 我们也不能导果为阴 所以绝对不是阴 那果跟果之间 现在要强调的 他们有没有关系 当然我这里面 在疾病以衰老也讲到一点 如果这些果生出来的 比如肿瘤 已经压迫到 真的压迫到 影响体伤及热能不足的运转 这时候才会造成 简单的讲 刚刚脑出血也好 组织受损 脑梗塞也好 已经压迫到 也影响到 体伤及热能不足的运转 最后才导致 行动不变 好那这样看来 什么是阴呢 果影响阴 影响体伤及热能不足 最后再由这个体伤及热能不足 导致另外一种症状 所以他还是由阴引起的 而不能说 那就是脑出血脑梗塞 就会造成症状 如果有些 为什么没有 很明显嘛 他没有影响到 我们的体伤及热能不足 这时候就不会产生症状 所以真正产生症状的是 体伤及热能不足 那这样有了这个概念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处理了 我们处理也不是要处理脑出血 也不是要处理脑梗塞 不是的 我们只是让这个体伤及热能不足 补充够了 身体自然就会去修复 包括那些果他都会自己去修复 比如他出血的地方 伤口他就会去修复他 梗塞的地方因为运转顺畅 他就会让他畅通 然后四肢受影响的体伤及热能不足 你处理了之后 他循环变好了 他也会自己去修复 所以真正产生这些行动不变的 不是脑梗塞 还是阴 还是体伤及热能不足 而不是出血跟脑梗塞 所以这个我们在疾病与衰老 都有特别强调 所以你等于把它简化 一个果看到一个果 然后又看到另外一个果 果与果之间你把它粘系 其实这个逻辑上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事实上是这个果影响到我们身体的运转 最后才导致另外一个症状的出现 如果有一个果出现 它没有影响到体伤及热能不足 那就不会有症状 就如同我刚刚讲 那个老先生他一直在出血 其实他都没有症状 到最后有症状 就可以显然 我们就可以判断了 从果推阴就知道 它已经影响到体伤及热能不足 所以真正影响的不是这个果 还是阴最后影响 如果阴都正常的运转 你即便有这些果也不会产生症状 所以我们最后还是强调 你从这些果症状 你再来推阴是可以推出来 那我们一般是以症状 那你说脑出血或脑梗色 那时候都是西医检查 那我们疾病与衰老特别强调 反西医所有的检查 绝对是果 不会是阴 那我们原始点是从一下手 所以这些检查 不管是脑梗色或脑出血 对我们意义其实是不大的 这个都是在纸面上谈的 比如说我们遇到行动不变 比如四肢好了 你偏瘫了 你就要小心了 他一定就是 那个头部有体伤 然后四肢的部分 也一定有体伤 你一定要从这一方面下手 而不能只有 我是要解决出血 或是解决梗色 不要做这种想法 我们不是要处理果 我们是处理因 因之后才能够解决果 这个也让大家了解一下 处理上也是这样 在判断上原始点也是强调 一定有因才会产生果 那我们就是处理因 不处理 好我这个就 那他同时发生 其实这个很常见 有时候同时出现 那我们就同时处理吧 如果因为你一方面是西医检查的 一方面是我们诊断出来 原始点是老实讲是通过观察而已 那观察他不是看西医的影片 所以我们一看到 我不管你有没有检查出脑梗肾脑出血 最后的解决方式完全一模一样 你看我们也是头部按 如果四肢的 那我们一定头部按 按完再加强四肢 这样就解决了 所以你照与不照对我来讲 没有什么影响 那这里你问的就变成西医的检查 又跟原始点的理论来套 所以才会 这西医我批评的就是 他们会果生果 就是在这个 那如果光以症状 那症状也是果嘛 原始点是跟中医比较雷同 就是解决症状 症状解决就是从果退阴嘛 去把阴解决了 那你不知道他脑出血 或脑梗塞有没有关系 也没有关系啊 一样可以处理的好 所以这里纯粹是就你的纸面上的回答 这些回答其实最仔细 还是要看疾病衰老 我建议你回头再去看我们那一篇 那一篇讲的非常详细 好我就不多说了 回答到这里 好谢谢老师 那我们还有两个提问 接下来是提问五 提问五 胆囊长息肉 胆囊长息肉是否可以用原始点的手法消除 二 在个人的生活方面要如何改善 才能降低胆囊息肉的滋身 好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一定去西医检查的嘛 因为体内的胆囊长息肉你看得到吗 你根本看不到啊 看不到了你怎么去消除它 除非你有神通啊 你才知道你有息肉了 好那现在西医就是不该看的它都让你看 如果你没有症状 何必呢 至少麻烦嘛 好那我们长息肉这些或是关节变形 我们说这些都是老化异常形态嘛 老化的现象 那老化好吧 这个也不是什么病 如果你一定要去就是保养好 当保养好 那保养可以啊 原始点可以治胃病啊 你还没有病的时候 你就在脊椎 一条脊椎 按下来看哪里有痛点 啊有痛点赶快解决 好我相信如果你 如果你当然常常长息肉 那你老化特别快 那你在背部相对应的背部 脊椎旁开一直宽 一定可以找到痛点 那你就从这个痛点 把它加强按推还有温敷 它就可以解决了 脊椎加强之后它循环变好 那自然就不会长这些有的没有 所以这个也是你去检查 再多了一个问题出来 所以我常常有感触吧 不要随便去检查 不要随便去检查 我认为检查 检查的都是果 只会让你更加烦恼而已 所以我也常常讲 肚皮里面的 它已经把你包装得好好就好了 不要再去看里面 反正天机不可泄露 如果你一定要看 看到以后再把这个观念 你有什么挡朗息肉 这个问题一直挂碍着 你看平常生活不是好好的 也没有症状体力又好 那如果你要知道身体有没有什么 衰老的地方 容易衰老的地方 或长出疾病的地方 原始点的诊断最快 一条脊椎暗 有痛点的就先解决 说不定你在早的过程中 也不只可以解决你的 挡朗息肉的问题 甚至还可以解决 你可能肺部有问题的一些异常 因为你暗出来 上背部有痛点你就要小心 甚至有一些还没有出现的症状 你已经预防在先了 所以如果这一理通 其实你就不会挂碍这个了 全身都可以用原始点的理论 去达到养生保健 甚至达到自慰病的目的 好 这个问题我就回答到这里 好 晚上睡觉特别痒 导致睡不好 恳求张医师指导 请问按推哪个部位 按推多久 二 喝多少姜汤比例如何 是不是除了姜汤以外 不该喝太多的白水 三 温敷多久 四 该做什么运动 时间多久 五 平常饮食该吃什么 需要借什么食物 附上照片 希望得到指导和回复 谢谢 我们后面有两张图片 那是她的颈部 还有她的腋下 然后下面还有她的腰部 好 请老师补充 好 这个刚刚我们也放一个肝型 以症状来讲 这一个跟刚刚那位女患者的肝型来比 那真的她轻微多了 刚刚我们放的那个是 几乎体无完肤 她还算局部有好的 局部大部分有好 有些才发现的 所以这个太简单了 处理方法 跟我们之前讲的一样 会有肝血 一定是极寒体质 不用有怀疑 那既然极寒体质 白开水能喝吗 当然不能喝啊 水属偏凉的 我们之前就有讲过 那你不喝姜汤 你为什么要喝白开水 所以还是要补充热源 那涂姜粉泥就是我刚刚讲的 一定最好自己涂力量不够 最好有枕边人能够来帮你涂 那涂刚刚我已经讲了 局部的 譬如你背部如果比较严重 那你整个背部都涂嘛 然后涂个来回两三遍 两三遍当一回合 那一天可以做两次 那像刚刚我们放的那个肝柬案例 他先生每天回来一定帮他推 起码一次 还有前身按推 因为他关节也比你严重多了 他已经行动都困难 你还没有这个问题啊 所以我的建议是 你要按推哪个部位 可以 你头部先按 我看你颈部也有 头部原始点先按 然后脊椎两侧也可以按 那四肢我看你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 那再来要喝多久温多久 那个热源你要有一个概念 就是这个跟内热源跟平常饮食要结合在一起 反正你就是以温热饮食为主 这个我在医疗与保健 什么是温什么是凉 什么都食物怎么调配 多少都有讲 所以你看那一篇已经可以得到答案 那要借什么食物 当然水果不能吃 我刚刚讲的寒粮都不能吃 那运动什么最好 时间多久也没有一定 但是就是看你的体力慢慢调配 像刚刚那个患者 他一开始是连走路都困难 我叫他说运动一个小时 他有办法做到吗 也没办法 所以你开始看你的体力 我看你那个情况还不是很严重 所以你一般正常像我 我已经六十几岁的人 我一天的运动时间 我都会有一个小时以上 我认为这是最基本功 那如果一般的体质我都会 如果不是很虚 一般都是一个小时 那一个小时我大部分运动量都蛮够的 那我是做什么 爬楼啊 一步两阶啊 这样 这样我就爬半个小时 差不多我自己算了 来回 一口气爬完 就是上去下来这样 我家有十六楼嘛 来回六趟 一口气爬完差不多三十六分钟 然后我下来 还有就是一边走路 走一千我就做福利挺身 这样做不标准的动作 起码一百下 这样来回做个四五次 那所以我的运动时间都是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 那运动量非常够 这样下来 我即便是冬天整个身体都会湿透 所以看体力 我认为如果你体力好 运动一个小时以上是必要的 那含粮不能吃 这是最主要 那详细的参考 我们医疗与保健那一篇都有写 好我就回录到这里 好谢谢老师 那我们今天的答疑就到这里 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边 谢谢张医师 好谢谢大家 谢谢